文字幕制作者 李宗盛 只是一种下意识的我想 下意识的时候 已经是经过过去的很多的记忆 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灵感 一些很多一些触发的一些情景 这样的慢慢慢慢累积起来 把那个作品最后 最后用文字把那个作品写下来 我想写下来 也是写他的心路历程 把这个故事或者这一篇作品的 这整个的累积最后变成文字 当初是整个情形写这一篇 整个情形写那一篇 很有意思的 我也喜欢看看别人其他的作家以前 人家写写作的时候是怎么写成的 什么东西出发的灵感 对于情的那种诠释 对于情的这种的这种这种的探讨 对于情的这种这种表现 可能我想牡丹亭是中国文学 中国戏剧的一个高峰 也是一个高峰 他那个城市已经超过了普通一般的男女的情形 他已经到了情而上了 他情可以起始回生 到了这个这种 他是一种救赎的力量 他情是一种天地之间一种救赎的力量 他已经到了一种形而上了 这一种的一个天地的宇宙的一种力量 变成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